最近刚结束的腾讯星光大赏,杨子以三套价值分别超过20万的高定礼服加名贵珠宝出现震撼全场 其中最有看点的是暗黑流金蝴蝶公主礼服 它来自一个印度高定品牌随时过激品 但之前的礼服发布会上,这套别致的长款礼群受到各家粉丝的关注 这套别致的礼服也使得杨子一改往日的仙女造型高级感油然而生 而另一套则是白色抹胸纱裙加上金线钻石点缀和黑色的形成强烈反差 也增显了杨子的时尚表现力 但事实上,从最初被外界抨击时尚绝缘体的她 完成从一个童星到你演员 再到你明星的精彩塑造足足用了8年时间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看看这8年时间 杨子是如何改变的,她背后的底气又是什么呢 1.2016年,被炒土肥炎歧视2016年之前 杨子就拿出了《战长沙》《大阳个》等多部爆款剧 但却都因为题材等原因,只有口碑,流量不足 所以导致金玉尴尬 加上她是童星出身,一点一滴都在观众的眼皮子底下 因此一直都饱受颜值,体态等方面的质疑 而2016年是杨子蜕变的起点 这一年,她凭借《欢乐颂》和《轻银质》两部热度极高的作品 逐渐扭转了大众对其没有流量的固有印象 不过,在出席活动时,杨子显然是不自信的 她甚至自己都曾公开表示 我以前超自卑,只在剧组拍戏,连宣传都不去 我怕穿礼服,我怕穿高跟鞋式的 这一年的杨子陆续参加了安徽卫视国际盛典 家人中国风L盛典等红毯或活动 但表现均不尽如人意 比如Volk红毯上,她身穿不规则的衬衫加阔腿牛仔裤 走白领成熟风 但仍旧暴露了其志气未脱的短板 风格确实并不相配 因此,当时的杨子免不了被外界嘲笑造型吐气 肩快妖言 2.2017年 拒绝战C位2017年,杨子的欢乐颂2仍是爆款 她再度和欢乐颂其余四美一起出席巴沙慈善业 但其他几人的友谊早已不复存在 现场还养了一出波涛汹涌的塑料姐妹花大戏 而身穿路肩肉色纱裙加齐儿短发的杨子 看点显然不足,不仅是造型朴素,没有亮点 整个人的气场也很难平 不过这一年的巴沙夜 最热的话题其实是张韶寒误入C位之针 导致全网热议 而没有人注意到 杨子却在众多女星极力表现自己的时候 悄悄退到角落里 导致和饮食甚至看不到她 到了这一年的微博之夜中 风头仍旧被四小花旦齐聚的消息抢走 杨子也只能与和男闺蜜张一山携手出现 且走的还是搞笑路线 两人上演了你打阁啦 的搞笑梗 给人一种最佳CP的记事感 童年的电视剧品质盛典中 杨子站在刘涛王子文面前 还是略显青涩 始终有一种放不开手脚的感觉 3.2018年 底气加油中或许如今在看 2018年 至于杨子是蜕变的新起点 从年初就家门央视春晚 变开了一个好头 不仅如此 他还开始挑战多种不同的形象 也没有什么偶像包袱 同时又因为受到了官媒的认可 身上仿佛还多了一重振能量的气质 红毯方面 杨子走的还是老路线 这一年的微博之夜中 他以宫廷风的刺绣裙现身 但虽然显得飘飘欲仙 却还是差了点气场 而在头条顺点中 他穿的白色蓬蓬纱裙 虽然看起来可爱 但在众多惊艳女行中 实在谈不上出彩 只能说温柔而大气 尽管这一年 杨子明明凭借天战和香蜜两部作品 一脚踢开了流量的大门 成为内鱼冉冉升起的新顶流 4.2019年 蜕变的分水岭有人说 2019年是杨子打通自己时尚 历任都二脉的一个分水岭 或许这是因为 手握诸多火爆出圈的代表作品 他自信了许多 因为这一年 杨子幼的线偶剧 亲爱的热爱的再度大爆 他还凭借此剧 获得了华丁奖 当代题材电视剧 最佳女演员奖 而大荧幕方面 他也已在烈火英雄中的出色表现 成功提名当年的百花奖 最佳女配角奖 毫无疑问 他已经开始走向更璀璨的舞台 因此在时尚圈 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这一年的832盛典中 杨子以黑白色泡泡秀 低领长群加标志性的丸子头出场 眼神清澈明亮 但其中更多的是坚定 无疑增加了气质和气场 不仅如此 他还获得了当年微博之夜的 年度人气艺人 和微博Queen双向荣誉 毫无疑问 这一年 他也开启了影视宗 全面发展的路线 向着女顶流 一路狂奔 5.2020年 各风格尝试中 尽管一年大多数时间 都泡在剧组里拍戏 杨子这一年 没有什么星座出炉 但热度却没有下降 2020年的星光大赏中 他和于深情多指教的男主角肖战 一起宣唱了该剧的主题曲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 但身穿肉色的身逼树胸长情 再度引发杨子不时尚的争议 毕竟隔壁的迪力热巴 以玫瑰公主造型 艳压四方 实在亮眼 到了颁奖环节 尽管杨子与赵丽颖共享虽位 但身穿的过年喜庆红礼服 还是败下阵来 如今再看 依旧是草点满满 随后 腾讯视频举办的年度发布会上 杨子一略显成熟的黑色OL造型出现 尽管鱼尾轻轻摇曳 评骗了女人味 却也令人觉得 他偷穿了妈妈的裙子老气横秋 不过事实上 这几年 杨子一直在尝试各种不同的造型 试图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线 到了微博之夜上 他与肖战分别获得了 微博Tim和微博Queen的称号 一身紫色抹胸长沙裙 但装浓膜总相宜 6点2021年 体态逆袭成功经过了一年的修正 杨子在2021年 终于拿出了时装剧女心理师 而红毯上的他 也更加美丽了 童年的品质盛典中 杨子身穿身逼抹胸长情 露出优越的天鹅景 竟显优雅 无论是体态上 还是时尚力方面 都能感觉他真的没少花功夫 状态也相当能大 重点是相比之前 比较为手为脚的感觉 杨子更加自信松弛了 之后的巴沙盛典 一席绿色断面露间礼服 衬托出其如雪的肌肤 7点2022年 真一人在继续2022年 杨子的线偶剧 余生请多指教和古偶剧 呈现如泻先后播出 热度直线上升 这也直接导致 他在各方面的影响力 开始飙升 其中当然包括 时尚圈对齐的态度 这一年 杨子因为造型接连上热搜 关键词都是肩颈线 9月的一次品牌发布会上 杨子以水蓝色拼接场景 再现再套公主 Look 特别优雅 他优越的肩颈线 令人惊细 再也没有之前 健宽妖元的吐槽声了 8点2023年 底气十足 气场全开毫无疑问 经过这之前七年的修炼 如今的杨子越发成熟 松弛 在红毯和活动上的表现 也更令人期待了 今年 他曾在5月的某次线下活动中 以一席羽毛群摇曳身姿 主打一个松枝感 也美出了新高度 次月举办的时尚八杀盛典 他的造型又主打一个颠覆 造型师以橘色艳丽长情 加半包披肩卷发的 再套公主造型 给了杨子一次大胆的尝试 尽管反响褒贬不一 但实际上这或许正说明了 他的可塑性 以及对于时尚的不断追求 今年暑期档的一部长相思 成为全网第一火爆热剧 杨子为自己的事业再添心于意 随后 他在L盛典中 拿出了两套造型 一套是白色拼接抹胸群 平平无奇 另一套则直接以蓝色妖际的 关键词冲上热搜 但可惜的是 由于全场有那扎经验出现 势不可挡 所以杨子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 直到接下来举办的GQ盛典 他身穿酒红色高定礼服 与夜色玫瑰立刻主打一个气场全开 这时 人们发现 杨子更舒展了 更自信了 也更具有表现力了 而刚刚结束的星光大赏 他的暗黑系蝴蝶刘金琴 又净显女王姿态 给人一种 青州已过万重山的释怀之感 或许 对于31岁的杨子来说 他的演艺录和时尚录 同样仍旧漫长 但是这之前 他用8年时间 完成了华丽的转身 值得大家鼓掌 也值得每一个不自信的女孩子学习 杨子的故事告诉所有人 作品是最好的底气 自信是最好的衣美 祝福杨子越来越好